前总统陈水扁取暖行程 今天是首度回到了台北市 编友会也发动了将近2000人力挺到底 来看看现场最新情况 阿兵爺这也对阿兵爺不公平 但是 阿兵爺最大的车子 八月三十五我没站出来 所以 外地 阿浩美女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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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阿兵爺最大的车子 阿兵爺一定会给大家站出来 目前这些点是平平下枪 为洗钱关系来辩护其日子弟 同时也是民进党副秘书长陈奇曼也现身站台 不过民进党秘书长王拓却痛批党内流行 情谊相挺却没有大势大悲 今天在台北场的编友会上头 那么民进党台北市党部主委 黄庆林也停点还大声要王拓下台 现场这么一片团结停点的气氛 这是在下午的一个最新的连线现场